我不相信难道他真能指我的功力吗 熊霸夺得龙脉来到皇城之巅 要成为武林至尊掌控天下 布晶云手持绝是好见赶到 奉劝熊霸回到无尘居 否则只会自取灭亡 熊霸正需要一名高手杀鸡紧头 而布晶云恰恰就是最好的对象 只见熊霸施展轻功一跃而下 以极快的速度攻向布晶云 布晶云意识不甘示弱 手持绝是好见赢了上去 两人的武功同样惊非昔比 一个从云端服务器下载数据 练成了一击重伤火麒麟的三元皈依 一个在无名的指导下 领悟了堪比剑二十三的三霸剑 两人短时间内谁也奈何不了谁 就在两人中场休息之际 身穿红色战袍的聂峰感到 让熊霸颇有几分意外 聂峰你还没死 该死的人应该是你 你的双手沾满了信心 我今天就要替天行道 除掉这个大魔头 熊霸 你的死期到了 灭峰到来让熊霸不敢大意 从身后拿出了龙脉 据说龙脉可以增强功力 熊霸因此信心十足 要用龙脉送风云两人归西 可令熊霸没有想到的是 他正准备使用龙脉大开杀戒 龙脉却陡然发出红色光芒 根本不受熊霸的控制 任凭熊霸使出浑身解数 依旧不能让龙脉为他所用 这让熊霸百思不得其解 朱皇这时赶到化身解说员 出言嘲讽起了熊霸 表示就算熊霸成功取得龙脉 也不能够横行天下 因为邪不能胜正 熊霸不理解朱皇的意思 继续试图控制龙脉 龙脉的反抗越发激烈 在聂峰三人诧异的目光下 从熊霸的手中挣脱了出去 熊霸大口喘着粗气 想不通这到底是为什么 你要搞清楚 龙脉是正道 专门克制你们这种邪魔歪道 所以他才能制住聂峰的魔 你想用龙脉来增强功力 那你想你也太天真了 熊霸猛的出手毁掉龙脉 龙脉化作一条火龙 进入熊霸体内 熊熊烈火烧的熊霸痛不欲生 珠皇剑状再次解释了起来 正所谓龙脂将是必降妖魔 熊霸将会成为妖魔或颜神舟 画面一转 一座小镇上的镇鸣疯狂逃窜了起来 聂峰三人见到这一幕 连忙询问镇鸣发生了何事 有妖魔 吸血的妖魔 吸血的妖魔 到底长什么样子 这个妖魔就塞了眼睛 好多人被他吃了 好可怕 难道熊霸真的成魔了 如果传说成真 那可糟了 快走 聂峰三人担心熊霸真的成魔 赶紧顺着线索追了上去 在小镇不远处的竹林 发现了一排黑色的脚印 很明显是熊霸所留 说说说 难道灰世魔的传说是真的 没错 龙脉断毁之后 竟如此巧合 熊霸在烈火中 展现回人之气 事情前后如此吻合 看来混世魔的传说是真的 熊霸本就是邪魔歪道 再加上自身武功深不可测 是有资格成为魔中之魔 叶峰文言询问起了朱皇 要用什么办法才能对付熊霸 朱皇说出名誉正武会有天狗时日 天地处于至阴至阳之时 熊霸的本心会因抵御不了魔心而心死 进而成为真正的混世魔 若想要杀死熊霸 就必须赶在五十之前 刺破他额头上的伤疤 毁掉其体妹的魔性真远 否则一旦过了五十 就再也没有人能够阻止他 三人决定明日对付熊霸 动身回到了楚楚所在的客栈 却发现客栈那一片死寂 不禁于心中有种不祥的预感 连忙回到房间查看 幸好只是虚惊一场 丁铃见三人奔波劳累了一天 要去替三人叫一些韭菜 谁知店小二和老板都不知所踪 正当丁铃寻找店小二踪迹时 客栈的大门突然关了上去 丁铃好奇地上前查看 没有察觉出任何异样 丁铃两人看着地上的烈火 猜测是熊霸所为 紧接着不停的哭声传来 两人连忙回到房间 发现猪黄和楚楚消失不见 地上依旧燃烧着烈火 显然熊霸刚才来过 抓走了猪黄和楚楚 不禁于认为家在人在家亡人亡 决定带着不停一同上路 打败熊霸救出楚楚和猪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